没有桃花云,只有桃花街 阿贤呢,是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兼车友 今年刚满50岁 现在就躺平了 现在呢,有个数百万的家产 于是,就提前过去了退休生活 在我的带领之下 也买了一款房车 开始一个人的旅行 在旅行当中呢 他就认识了一位一个人旅行的女士 姚女士 两个人呢,就一起行走 目前呢,已经走到了广西的一个驻车地 由于二人都是单人单车 所以说呢,关系走得比较密切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对情理关系 这天 停车场呢,又来了一个房车 车主呢,也是一位女性 是范小姐 范小姐呢,和姚女士呢 是一对好闺蜜 这个露营地呢 还是姚女士介绍给范小姐来的 两个闺蜜见面 谈起了悄悄话 杨女士呢,就把我这个朋友 阿贤,介绍给了范小姐 他们三个人呢,相谈甚欢 在一起呢,相处的像好兄弟 好姐妹一样 有一天 杨女士呢,出去做头发 营地里呢,只剩下阿贤和这位范小姐 范小姐呢,对阿贤呢,非常热情 两个人呢,谈得很深入 阿贤呢,也垂眼与范小姐的美貌 两个人呢,就更加的暧昧了 不亮,两个人的暧昧呢 被做完头发的姚女士发现了 姚女士呢,刚开始呢 还假装没有看见 范小姐呢,和阿贤呢 看见姚女士没说什么话 就没有多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只要姚女士出门一个人搬室 阿贤呢,就和范小姐在一起暧昧 大概过去了一周的时间 趁着阿贤呢,去给房车加水的时间 姚女士呢,就和范小姐 为阿强的事在那里争论起来了 正在争论的时候 阿贤呢,加水回来了 听见了两姐妹的争吵 范女士呢,就质问姚姐姐说 你怎么能够抢我的男朋友呢 咱们是这么好的闺蜜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范小姐说 她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你的丈夫 那我就有权利 凭什么好男人都被你一个人占了 两个人呢,越闹越凶 甚至要动手的感觉 阿贤呢,就赶紧到了两个人门口 说,你们别吵了 姚女士见阿贤回来了 就一把抱住了阿贤 范小姐呢,也不是一个 在抢夺阿贤 三个人呢,就抱住一团 范小姐说话了 说,这样吧 你在我们两个中间 你做一个了断 你选择谁 姚女士讲 当然选择我了 我跟她时间最长了 范小姐说 我比你年轻 长得比你漂亮 当然跟我 阿贤呢,这就犯了难了 一边呢,舍不得 杨女士,因为杨女士呢 对她特别体贴 一边呢,又舍不得范小姐 因为范小姐年轻漂亮 风情万种 最后 杨女士说话了 这样吧 我们抓个揪吧 你选择谁就是谁 于是呢,做了两个纸团 让阿贤去选 阿贤一看 我算什么呢 被你们两个来争来争去 一戏之下就说 算了,我走了 你们去争吧 两位女人不干了 说,怎么能走呢 你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啊 阿贤说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是商品 咬你是发话了 说,这样吧 就算我们两姐妹 两个好闺蜜 陪了你了 你总给点补偿吧 范小姐也说了 是的 我们两个不能白跟你啊 你总要一点表示吧 阿贤呢 也想尽快的摆脱两个好闺蜜 便问他们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补偿呢 姚女士讲 我们两个呢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样吧 我来得早 陪你的时间长 你就给我三万块钱 范小姐说 我时间虽然是没它长 但是我们呢 感情发展的比较好 你给我两万块钱吧 阿贤一看 喝起来要五万块钱呢 当时呢 就有点不高兴了 说 没有这么要的 给你那补偿可以 但是要五万块钱 我觉得不应该 经过三个人的讨价还价 阿贤呢 转给两个女人三万块钱 由他们进行分配 阿贤呢 这才摆脱他们的纠缠 阿贤回到自己的房车上 躺下来 总想着这个事哪里不对 当天晚上 阿贤呢 趁着天黑 就悄悄来到了 姚女士的房车旁边 听见了 姚女士和范小姐的对话 让她大吃一惊 只听范小姐说 姚姐啊 这次我们两个人 要的太少了 她是有数百万家产的人呢 姚女士说 可以了 这个人呢 比较多疑 再一次 我们要找一个机会 找一个更有钱的 或者更好说话的男人 她要更多的钱吧 范小姐说 行啊 三万块钱 够咱们两个花一阵了 阿贤听了他们的对话 恨不得马上闯进房车来 但是又一想 自己为他们两个合伙 这样骗了 太没面子了 于是呢 就选择了人气吞声 用十一线长一智来安慰自己 真是旅途啊 人心叵测 没有什么桃花运动 只有桃花节 为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大家讨论留言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